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争取国民党2024大选提名失利后 25号中国国民党集民带林维州呼吁国民党中央 把未来国民党不分区民带排名第一的位置留给郭台铭 并提名争取台立法机构负责人职位 在争取国民党2024大选提名失利后 郭台铭没出席国民党逝世大会前往日本散心 回他后约见了张化宪议长谢典玲 传出有意启动感恩之旅 甚至规划拜会蓝营各县市大佬 对于在竞争中落败的郭台铭将何去何从 有蓝营民带提出了建议 我是强烈建议党中央到时候不分区 第一名把这个位置留给郭董 然后提名郭董参选立法院院长 郭台铭创办人是蓝军重要的最强队友 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是2024各地立委提名和服选的工作 希望所有的同志都能够一起团结奋斗 国民党想整合势力推郭台铭选民带 只是党内其他人也有不同看法 我们都知道郭董事长的强项是在国际经济 然后当然他对两岸和平很关心 所以当然才是他最适合的位置 所谓立法院长也要党团 就国民党可以过半才有这个可能 所以我觉得当然是感谢维州委员的建议 但是我想这个东西还是要询问郭董 另外也传出陈玉珍将与柯文哲 于五月底在金门迎城隍会面 同时也会力邀郭台铭一起出席 郭台铭从信心满满变成征兆落空 会独立参选还是帮助侯友宜 外界也十分关注 我个人认为郭董独立参选的可能性相当的低 因为他在征召结果出来的时候 我记得他有特别提两件事情 他跟我讲话他最在乎的 第一个就是我 然后第二个就是两岸和平 那如果独立参选的话 是不是看起来这个下架 这个这么多人来为非 胡作非为民进党的可能性会降低 我记得你 那是的